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同参观走访了哈尔滨这座东北城市 今天是我们这次课的最后一次课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第一集探寻索菲亚 第二集中央大街 第三集东北虎林园 第四集哈尔滨早市 第五集夜幕下的哈尔滨 我们一起参观走访了十大夜市 第六集东北乡村生活 当我们谈到东北的时候 其实东北是有三个省份的 哈尔滨只是东北城市当中的其中一个 我们一起来看东北三省的简介 东北三省位于中国的东北部 包括三个省份 黑龙江省 吉林省 辽宁省 谈到东北 东北方言是东北的一大特色 此外 东北还有很多美食 并且有许多旅游城市 东北在中国的地位呢 是中国的重工业基地 也是中国的粮食基地 由北大仓之称 我们看一下东北三省 在中国地图上的位置 实际上 当我们谈到东北三省的时候 有时候也会说东北三个半省 那半个省是什么呢 就是内蒙古自治区的 这个位置 我们经常也说东北三个半省 内蒙古这一边的人们的生活习惯 和东北人民的生活习惯 是非常相似的 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课 老师将带领同学们 一同学习一下 移动支付与现代生活 下面我们要看一些视频 小韩老师在哈尔滨为我们实地拍摄了哈尔滨当地人民的 生活和出行方式 我们一同来看视频 那看视频之前呢 我们一同来学习一些生词 微信 支付宝 微信和支付宝 是中国人生活当中经常使用的两款手机APP 移动支付 移动支付 刷脸支付 刷脸支付 例句 刷脸支付是一种方便快捷的支付方式 刷脸支付是一种方便快捷的支付方式 便利店 便利店 例句 我喜欢去便利店买东西 我喜欢去便利店买东西 充电宝 充电宝 共享充电宝 共享充电宝 和共享充电宝相似 我们还有共享单车 在老师生活的城市北京就有很多的共享单车 平常出门的时候可以用手机扫码就可以骑走一辆单车 非常的方便 扫码 扫码乘车 扫码乘车 扫码支付 扫码支付 例句 很多人不用钱包 是因为扫码支付越来越普遍 很多人不用钱包 是因为扫码支付越来越普遍 大概七八年前 人们出门的时候 还需要带上钱包 里面放了各种证件和钱 现在人出门的时候 只带一部手机就可以了 因为用手机可以扫码支付 非常的方便 可以不用带现金 网约车 网约车 免密支付 免密支付 免密支付的意思是 不用输入密码 就可以直接支付 好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视频吧 大家好 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哈尔滨的便利店 像这样的便利店在我们哈尔滨是越来越多了 这是一家24小时开放的便利店 好 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便利店的外观 那刚好老师口渴了 进去买一瓶宽泉水 好 现在是支付 这瓶宽泉水是一元钱 老师选择支付宝刷脸支付 那它识别的是 并不是我们的面部 而是我们眼睛里面的红膜 这样就已经支付成功了 同学们是不是很便捷呢 那接下来再大家简单看一下 这个便利店里面的陈设 这边是冰淇淋 然后呢 各式各样的 我们能吃的 用的 日常生活需要的 在这里面都能够到满足 老师重点呢 想介绍一下 老师身后的充电宝 那这个平台呢 也是供大家休息用的 这是美团的支付宝的机器 美团这个APP啊 也是我们经常用到的 吃喝玩乐 都能满足我们 这两台机器就是 这家便利店 自主经营的 叫做24小时守候的一个 足界充电宝的一个机器 那接下来老师操作一下 点开微信 打开 扫一扫 扫描这台机器上的二维码 开始进行足界 那它是适用于我们所有手机的 充电线都可以的 重点是每30分钟只需要1.5元 当我们出门 没有带充电器的时候 如果遇到了这样的 充电宝足迹 是很方便的 那像现在在很多的商场 超市 饭店 都已经有了 操作也是很便捷的 简单的确认 然后呢 支付密码 输入支付密码 大概这样就可以 租到了 好了我们看 这台机器上面闪烁的 这一个充电宝 就是刚刚我们租到的 看一下 那个正面是这样的 翻过来 后面是数据线 那分别是 华为的Type-C口 还有苹果的口 还有呢 安卓的口 那老师的是第三种 安卓的 好已经查上了 按开开关 然后就已经开始充电了 这个界面上显示的是 正在充电 40多个电 对了前五分钟是免费的 现在显示的是租借中 三分钟了 那有的时候 它会在这个界面上显示 我要归还 点击之后再归还 那这个充电宝呢 是直接拔下来 插到机器里面就可以了 是用这头黄色的 对应到里面的 正复级 放回去呢 他们就可以充电了 按照箭头的方向 我们看到指示灯亮了 规换成功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手机的界面上也显示了 订单完成 已完成订单 最后呢 是用到的是零元 因为我们还不足五分钟 只是先给同学们展示一下 好 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 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带领同学们来体验一下 我们哈尔滨的地铁 那这是地铁的外观 以绿色为主 建筑呢也是 采用了欧式的建筑风格 这一站呢是气象台站 是地铁二号线的始发站 那这里面有首班车和末班车的时间 分别是六点和九点半 我们一起走进地铁里面看一下 我们乘坐的方式也可以选择 扫码来支付 嗯 那现在可以准备一下 打开支付宝 点击出行 老师的手机呢 可能是年头比较久的 所以反应比较慢 再加上外面天气比较冷 所以它的反应就慢了一些 嗯 进来之后第一个街面是公交 坐公交的时候也可以扫海维码 然后第二个是点击地铁啊 一会儿我们就可以直接刷码进站 好我们一起往里走 那这里有乘车的指示方向 还有一个公告栏 关于这一个气象站的这一个站点 还有分裂回收的垃圾 这是比较大的消防消防用的 这里是出站的站点周围的信息 这个毯子呢 因为疫情也是用着消毒的 大家可以走在这个地毯上 也是在冬天的时候防滑用的 进来之后呢 是一面是乘车的 一面是可以去买票的 这里面还是很大的 大家可以简单看一下 然后我们再近距离看一下 关于买票的 左边这些呢都是可以 有七种方式 七种APP 来扫二人码来支付 这种便捷的支付方式 这个是票屋守则 主要看一下价钱吧 起步呢是2元的 6公里以内都是2元 10公里是3元 14公里是4元 21公里是5元 28公里是6元 那从29公里以后呢 每增加10公里 涨1元 还有一些其他的规则 这是自动收票处 大家可以在这通过现金 或者是扫码支付的方式 过票 这上面是气象台这一站的 票价表 目前气象台可以去到最远的 票价是7元 我们可以看一下地铁的线路图 灰色的是暂时未开通的3号线 正在市运营 马上就开通了 然后我们这是过安检的地方 过了安检 这是进站口来扫码的 这里面有无障碍电梯 是方便一些 可能是不太方便行走的人 可以直接下到电梯下面 我们扫码就可以通过了这个 这个过闸进入这个 还要再往下走 顺着方向我们再乘坐扶梯 2号线是刚刚开通不久的 是9月份开通的 所以里面还是比较新的 那这箭头的方向 这面是开往江北大学城的 那现在就有一班车在这里 老师为了给同学们介绍 老师就不坐这一班车了 上面有屏幕 来显示车站的信息 那这个上面还有显示的是 有六节车厢 那我们在的是第五节车厢 然后小宽松 这也是哈尔滨市地铁的线网图 红色的是一号线 绿色的是二号线 黄色的是三号线 目前开通了这三个线路 交汇的地方呢是换乘站 可以换乘其他的线路的地铁 你这下面的是车站层级图 具体是怎么分布的 这上面都有 那可以看一下里面的装修风格 还是很漂亮的 这个是哈尔滨地铁二号线的 行车示意图 每一个站的信息都在上面 是中文和英文的 黄色跟红色的地方 分别是换乘三号线和二号线的车站 好我们上地铁了 上面是一个 线路的示意图 里面呢是很长的 上面有把手 那值得一提的是二号线 刚刚开通嘛 它的这个座椅是很智能的 是加热的座椅 一座上去会感觉到很热乎 这是车厢内的大概的环境 二号线呢是过江的 我们看到的那个蓝色的是松花江 这个工程是比较费劲的 是很难的 哈尔滨的地铁也是整个中国首座 具有高寒的这种铁路系统的城市 这是一个宣传 哈尔滨的景点 有索菲亚 下面是太阳岛 太阳岛冬天的时候啊 有国际雪雕艺术博览会 门口还有很多禁止的标识 列车时速最高啊可达80公里每小时 最低呢也不低于35公里每小时 这是车站的这种信息 我们到了哪一站都会有 那这里面会告诉我们对侧开门 那这面会提示是本侧开门 这面会有时间会有开往的哪里 停靠下一站是哪里都会有 然后我们在当前的位置是哪一间车厢 我们的扶梯在哪里 直梯在哪里 然后外面是几号口几号口 在哪里都有显示 我们到站了 老师要到达的目的地是省医院 这一站 大概每站之间呢 平均两分钟的样子就可以到达 时间还是很快的 地铁里面的标识也很多 你看上面有出口 那这面有出口 我们乘坐上行的扶梯 那还需要来扫二人码来出站 提前准备一下 还是刚刚的那一个界面 那它会很智能的识别你是从哪一站进入的 然后又是从哪一站出去的 然后它就会自动计算出你多少钱 老师做的这几站呢 是三元钱 这是车站的周边信息 很全面的 告诉你几号口 出去以后是在什么位置 周边的街道学校等等 好我们就出去了 在这里面扫码 高峰期的时候 每五分钟就一班车 在平峰期的时候十分钟一班车 也不用着急赶不上车 你看大家看厚厚的门点 当风用的 好我们直接出站了 今天的介绍就要到这里了 同学们我们再见 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智能出行网约车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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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平台他们的收费标准不一样 所以价钱也不一样 我们可以选择便宜的 先把所有的都勾选取消 然后再从便宜的开始选择几个平台 选择8元和9元的 点击立即打车 订单发送出去 就等待有接单的司机 我们看到很快就有司机来接单了 这是一个EOE经济型的一个平台 把这个平台的司机接单来 我们看见它离我们还是很近的 有300多米 那这个界面上呢 会显示司机师傅的 他的车辆的信息 这是一个丰田位于尺的 这一个车型 车牌号是U859 后四位 我们可以给司机打电话和发消息 在这个界面上 看到司机师傅很快的 因为我们的距离越来越短 这次很幸运打电的司机 离老师很近 有的时候呢 会距离一点几公里或者是两公里都有可能 快到了我们出去 平台会优先分配距离近的司机 会优先接单的 有的时候司机会打电话 来确认你的位置和时间 确认我们的定位是否准确 我们看车牌号 来核对一下这辆车 是否是老师要打的车 是的 冯田 上车 然后司机师傅这边要输入一下老师手机的尾号 0419 就像对暗号一样 那就可以开始了 记一下安全带 准备出发 在这个网约车司机啊 它是有很多专职的 全职每天都做这个 或者有一些兼职的司机 是在自己的 平时休息的时间呢 下班的时间 就可以在平台上 在网络上来注册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 约网约车 是很方便的 可以直接到网约车 到家门口来接我们 特别是在冬天冷的时候 司机到了我们再出门就可以 我们马上就要到达目的地了 即将到达目的地 然后司机这边呢 他会确认到达目的地 然后结算费用 那司机这边结算之后呢 我们手机这边就收到了 因为刚刚有个小插曲 绕了一点点路 所以是比预计要多一些费用 支付成功了 可以通过支付宝 或者是绑定银行卡 来进行免密支付 那直接就不用再输入密码 就可以直接支付了 怎么样同学们 是否很便捷呢 你们家乡是否有这样的一个网约车呢 好同学们我们的介绍到这里 大家再见 同学们我们的视频看完了 同学们有什么感受呢 我这里有两个思考问题 一 你喜欢移动支付的生活方式吗 二 你觉得移动支付有哪些优势 有哪些不足之处 以上就是我们录播客的全部内容了 同学们 看了我们的录播客之后 有什么感想呢 老师这儿有两个问题 同学们来思考 一 你喜欢我们的录播客程吗 二 你还想了解哪些与中国有关的内容 欢迎同学们 与我们有进一步的交流 以上的内容就是我们的全部课程内容 在课程的最后 还有一个地方 老师想给同学们介绍 那就是哈尔滨的冰雪大师界 冰雪大师界是哈尔滨最有名的景点之一 每年开放时间是12月底到2月初 今年呢 因为时间的关系 冰雪大师界正在建设中 还没有建好 所以我们暂时不能去参观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照片 来看一下冰雪大师界的一个外观 每一年的冰雪大师界都非常的漂亮 最后我们一起看一个视频 一同回顾一下我们这次 魅力东北冰雪奇缘的哈尔滨之旅吧 同学们再见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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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